好 我們現在要上的是有關於所謂的測量長度 好 那這是長度的標準 現在的標準 不對 那是上一代的標準 什麼薄一合金的棍子上面兩條線中間的距離 那現在改成用光軸的那個 這個你也不用背 我也背不起來啦 反正這樣子 因為這樣的話就可以跟實驗室沒有關係 跟實體沒有關係 任何實驗室都可以做出來 至少關於擁守國長 不是要 不然就怕就 怕如果斷掉 就說誰斷掉 所以這個現在改成這樣的狀況 就是標準 看看就好 然後這是這個寫法 我們國中生基本上考試的題目上課用的內容 會用到大概就只有公尺 M 公分 Cm 公里 Mm 巧克力 Mm 這個梨跟毫 我教過的 梨就是百分之一 毫就是千分之一的意思 所以一個叫做 梨米就叫毫米 傳說你們小學的時候念過什麼分米 分米就是公順 不管它 分米公順 十分之一 然後呢 現在有嘗試的叫微米 叫奈米 一個是十的負六次方 一個是十的負九次方 稍微看一下 知道一下 記一下 記一下 微米跟奈米 多少 微米多少 奈米 奈米不是米 我不是米的意思 不是那個吃飯的米 以前有人賣過那個廣告上說 我是奈米豆漿 奈米米漿 奈米的不是米 奈米的不是米 所以它是個單位 它是個長度的單位 OK 知道一下 基本上長度的測量值 我們國中生教都是用尺尺量 高中會教一些什麼螺旋測圍器啊 什麼挖鍋 那個高中之後再說 我們國中用的尺就直接量 那重點的考試 考試喜歡考試是 要注意 要寫到最小單位以下一位 最小單位叫做準確值 最小單位以下一位叫做估計值 所以量出來 上面這個確定有14公分 下面這個呢 確定有14.7公分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準確值 後面就是我猜的 我猜的大概0.7啊 0.8啊 大概0.5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就會有一個估計值 有個估計值 所以呢 就考試考這個 就是畫一把值 放個咚咚 問你說 我應該把它寫成幾公分 或者是什麼東西 要會寫 要寫到 最小單位以下一位 最小單位叫做準確值 以下一位叫做估計值 就是所謂的 長度測量值的寫法 OK嗎 OK 好那我們就問問各位 來第一個 用一個最小單位是公里的尺 量出來是35公分 我覺得剛好35我要怎麼寫 那剛才說過了 我要準確到公里 因為我的直尺到公里 要準確到公里 0.1公分 然後還要多一位估計值 要0.01那邊 我認為正好35 所以我就要寫35.00公分 所以我們答案選C 可以嗎 可以 放各位 下面哪一個 下面哪一個 不是用 因為他寫不同 單位公尺公寸公分公里 不是用 不是用 最小單位是公里的尺尺量出來的 哪一個 不是用 最小單位是公里的尺尺量出來的 OK 停車戰界問 哪一個 來 帥哥33 哪一個 你選的是B 我改A 你要改A 我改A 你要改A 確定要改嗎 確定要改 答案 答案 他的4是 估計值 5是 最小單位 0.01公尺 那是公分 所以他的單位是公分 所以是錯的 OK 練習班 有人做這個 紀錄 他的最小單位是公里 哪一個人的紀錄 的寫法是正確的 哪一個 寫的是正確的呢 這要找個可愛的小女生叫做2號 你的答案 C 你的答案選C 答案 15.32 2是 估計值 3是 最小單位 0.1公分 是公里 所以呢 孟石 先生 或小姐寫的是 正確的 這就是我們 考試會考的內容 可以嗎 可以 很好